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只是因为一个念头而已 这个念头就是 这就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 仅有的一件 然后所有的爱恋与疼惜 就都从此而生 一发而不可遏止了 而无论求得到或者求不到 总会有忧伤与怨恨 生活因此就开始变得艰难 与复杂起来 而现在坐在南下的火车上 看窗外风景一段一段地过去 我才忽然发现 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 又岂止是一些零碎的事与物而已呢 我自己的生命 我自己的一生 也是我只能拥有一字的 也是我仅有的一件呀 那么一切来的都会过去 一切过去的将永不会再回来 是我这仅有的一生中 仅有的一条定律了 那么既然是这样 我又何必对某些事情恋恋不舍 对某些人念念不忘呢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在相见时 人会狂喜 在离别后 人会忧伤呢 既然没有一段永远停住的时间 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空间 我就好像一个没有起点 没有终点的流浪者 我又有什么能力去搜集那些 我真爱的事物呢 搜集来了以后 又能放在哪里呢 而现在坐在南下的火车上 手不停笔的我 又为的是什么呢 我一直觉得 世间的一切都早有安排 只是时机没到 你就不能领会 而到了能够让你领会的那一刹那 就是你的缘分了 有缘的人 总是在花好月圆的时候相遇 在刚好的时间里 明白应该明白的是 不多也不少 不早也不迟 才能在刚好的时刻里 说出刚好的话 结成刚好的姻缘 而无缘的人 就总是要彼此错过了 若真的能够就此错过的话 倒也罢了 因为那样的话 就如同两个一世 也没能相逢的陌生人一样 既然不能相知 也就没有得失 也就不会有伤痕 更不会有无缘的遗憾了 遗憾的是 那种事后才明白的缘 总是在互相错过的场合里发生 总是在擦身而过之后 才发现 你曾经对我说过一些 我期盼已久的话语 可是 在你说话的时候 我为什么听不懂呢 而当我回过头来 在人群中慌乱地重蹈你时 你为什么又消失了呢 年轻时的你我 已是不可再寻的了 人生竟然是一场 有规律的阴错阳差 所有的一切 都变成一种成长的痕迹 辅之怅然 但却 无处追寻 只能在一段 一段过去的时光里 品味着一段 又一段 不同的沧桑 可笑的是 明知道演出的 应该是一场悲剧 却偏偏还要认为 在盈眶的热泪之中 仍然还有一种 甜蜜的忧伤 这必是上苍 给予所有无缘的人的 一种补偿吧 生活因此 才能继续下去 才会有那么多 同样的故事 在几千年之中 不断地上演 而在那些 无缘的人的心里 才会常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 模糊的愁思吧 而此刻 坐在南下的火车上 窗外的天 已经暗下来了 车厢里亮起灯来 旅客很少 因而 这一节车厢 显得特别的清洁 和安静 我从车窗 望出去 外面的田野 是漆黑的 因此 车窗 像是一面 暗色的镜子 照出了我 流泪的容颜 在这面 突然出现的镜子前 我才发现 原来 不管我怎样 热爱我的生活 不管我怎样 惋惜于你的错过 不管我怎样 努力地 要重寻 那些成长的痕迹 所有的时刻 仍然都要过去 在一切 痛苦与欢乐之下 生命 仍然要静静地流逝 永不再重回 也许 在好多年以后 我唯一能记得的 就是在这列 南下的火车上 在这面 暗色的镜前 我夹上的泪珠 所给我的那种 有点温热 又有点 冰裂的感觉了吧 好了 今晚的文字 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我一直觉得 世间的一切 都早有安排 而且 是最好的安排 好的 今晚就是这样 如果喜欢这篇文字 希望能够在文末 帮我们点个赞 或者转发出去 非常感谢 你一直以来 对准编经典的关注 如果想听到 我和应游的更多声音 也可以关注 我们的另一个号 剧听 像剧的剧 收听的听 也可以直接搜索 华夏故事的全篇 就可以找到剧听了 好了 今晚就是这样 最后伴随着一首歌曲 祝你晚安 好吗 没有黄昏的窗头 少了大海的温柔 寂寞在沙滩游走 停在空中的双手 乱了心跳的节奏 失落随呼吸入后 始终没有勇气向你开口 最觉得没有更好的理由 让你为我停留 让你为我停留 为我等候 总是错过机会 向你伸手 我孤单的往前走 有情不自禁的回眸 没过多久 就低下头 紧紧想念你的温柔 我日日夜夜在路口 假装不轻意向你开口 假装不轻易的等候 要过多久 才能梦有 曾经错过的邂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